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抢救性挖掘的古墓 只不过如今人手机只能先停工 等七个月后再来挖 等到十一月 口鼓队忙完手上的事情来到刘帕庄 聪明们得知此事都格外开心 然而口鼓队只在附近转转并没有动手 原来这座古墓距离地表有六米山 基本被地下水完全淹没 抢救工作完全不能开战 此时 聪明的修心房工程从五月推到了十一月 如果继续耐务下去就等来年天暖才能动工 经过协商 聪明们自发来到了古墓旁 用横江墓中的水摇出 搭住口鼓队开展工作 就这样持续了两天 考古队的工作依旧没有办法开展 尽管水在不断地咬出 可地下的水又快继续渗入 而除非扎坏海水的速度 还好这个时候潮水泵被掉了过来 这才让考古队能够顺利进入古墓 很快 考古队从淤泥里挖出了几个桃笼 试图并不僵扬 可但能清楚看到刻刀的印记 考古队还在一件头颅上 找到了几枚指纹 就在此时 考古队在墓苏的南侧 发现了一面搭气手法 异于其他地方的墙 用手敲了敲了 耳边传出了空泡的火山 考古队立刻决定 这座墙里的后面还有一座墓室 裹不起啊 考古队拆开这个墓墙后 又发现了一处窄小的墓室 在这里考古队又找到了野座 正墓兽投影了 其他地方会不会还有墓室 考古队来不及开场 水位又一次的伤到了腰部 尽管所有的人都很兴起 但只能选择等待 第二天 水位下降 考古队再次进入了古墓 在墓室的其他三面 各找到了一间砖室 东西 耳室 各有一间 正墓室和两座桃源 后墓室则找到了一幅 腐朽的官墓 从墓室的姿势看 考古队 并不是唯一的打扰者 从此以外 考古队只在后墓室中 找到了一个灰头怪 和一面 先由 卫治三宫的铜镜 秦始皇一统中原后 建立三宫九清宫制 因此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 为连三宫 出人头地 这句美好的愿景 作为祝福 被刻在人们日常使用的铜镜上 考古队开查过古墓的形式 以及出土的几件水造品后 区域定这座古墓为 千年铁的西境墓 虽然墓中的 这图的水造品并不精致 但依旧为研究 大使 风土人情 提供了实证的价值 好了 本期的节日期外 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 载发 点赞